现在拍一个校正的视频 首先进入ADAS 点击设置 ADAS设置 选择ADAS校正 然后按提示语言 选择地平线 选择车头中心 选择完成后退出 然后在这个画面等待 首先要确认一下 你的GPS的信息 是不是正常的 可以通过设置 然后GPS 打开开关 然后下面有一盘会显示 现在的位置和速度 然后一定要确保 GPS信息是正常的 然后现在自动校准 就已经开始了 校准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车道线 清晰 然后前面有 有车或者是其他的 景物作为参照 校准开始之后 然后地面上会有 蓝色的轨道线出现 前面的车也会有 框出现 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在 如果条件满足 这些工作下 可能在20秒钟 现在校准已经成功了 框消失了 校准就已经成功了 成功了 是 精彩的车